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歡迎收看今天的穩超聖券節目 當然節目一開始的話 我就必須要跟大家講到 未來大盤的一個走勢 我希望讓今天看電視的投資人 每個人都知道說大盤未來會怎麼走 未來要掌握到哪一些的方向 甚至說從這個禮拜操作裡面 如何能夠賺得到錢 這就是岩老師今天 我這個禮拜一 岩老師來到這個運動財運台 我要跟大家講的 大盤的看法其實很簡單 現在就是屬於一個區間震盪 量縮整理 量縮整理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話就要看個股表現 個股表現 這是一個重點 最近漲的股票 其實跟之前都不大一樣 比如說我們看到 這個3680的加登 這張股票我相信在禮拜天 在台北的演講會 有一位投資人問我 老師為了加登該怎麼辦 我相信我當時候回答 跟今天的漲停板 他們是一樣的 走多頭走勢 走多方的一個股票的話 他來到漲停板創新高 我覺得只要補量 這個量補上去 這個股票就會漲了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新的族群 新的股票 在這一波的大漲裡面 它就會出現 另外一檔股票 李老師在節目裡面常常講的 2317的鴻海 這張股票在演講會裡面 也有人問到 老師這個鴻海未來怎麼看 其實從這個地方開始漲 已經漲很多了 你應該去尋找下一檔的 一檔 低檔區的鴻海 能夠往上漲的鴻海 今天鴻海相關的集團的概念股 3683的什麼 亞太電 亞太電就是未來 有機會大漲的股票 今天的亞太電創波段新高 我相信應該每個人怎麼樣 都賺得到錢 都賺得到錢 之前跟大家講的 叫大家不要去追的 這個叫操縱 這個股價漲很多了 我這線圖讓你看一下 這股價已經漲到這個地方 你就不要去追了 一旦你去追很容易怎麼樣 很容易受傷 大盤現在請注意 大盤目前為止的話 這一波的一個震盪整理 進行所謂洗盤的動作 這邊開始洗 這個地方洗更兇 時間拖更長 所以說造成現在 這個加錢指數 會漲到1萬多點 未來在這個地方 會進行所謂的震盪整理 現在還是屬於一個多方控盤 我們儘量的幫助投資人 現在就開始要去佈局 這個低檔區起漲的股票 未來有行情的股票 這就是我們今天節目 非常重要的一個宗旨 當然我們今天會開放我們這個月 唯一一檔的 這個叫做單股所單 我先把單股所單的意義 跟大家稍微報告一下 什麼叫做單股所單 一字只操作一檔股票 但是去買這個低檔區起漲的 不是去買那個追高的 追高的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買的是買在安全的 買在低檔區會動的 我一直強調 買股票要買在低檔區會動的 這兩個條件是綁在一起 如果說你叫岩老師去挑那種低檔的 很多都是低檔區起漲的 但是不會動的股票我們不會去挑 最近岩老師跟你講的什麼 來 這叫華漢對不對 這種低檔區的對不對 低檔區要會動對不對 要會動 這個才是你的選擇 最近什麼 來 這叫聯電 聯電目前為止也創高了 但是不用去追 這個也是屬於一個低檔區起漲的 1565的什麼精華 對不對 底部成型 要會動 要會動 我一直跟大家講這個觀念 底部買下去不會動的股票 你不用去看它 這邊買下去會動的 低檔區的股票 才是各位的一個選擇 這個叫代號1565的精華 包含什麼 4943的康控 對不對 康控這個地方拉回來修正 也是一個機會 也是一個機會 再看到所謂8406的 來 這樣股票 底部起漲 底部起漲 低檔區 低根突破 今天目前為止的話 收盤價再創波段新高 這個就是所謂 我們的選擇的一個標的 但是我們單股所單 我們在這個禮拜 我們只會鎖定一檔股票 我們希望說藉由這檔股票 讓大家也知道 現在操作的邏輯 是所謂的價差加波段 也就是趨勢往上走的股票 你可以先做短線上面做價差 長線的話一樣 可以賺得到所謂的波段 因為現在選股的一個機會 好像不是那麼大 我記得我在這個演講會裡面 有投資人問閻老師 閻老師你認為這個禮拜 會漲什麼樣的股票 我說第一個 你要看被動元件 第二個你要看什麼 矽晶圓 今天的被動元件 你說強不強我不知道 國具漲了5塊5對不對 核生堂漲了2塊8 這個華信科漲5塊 我認為這個被動元件的話 目前為止修正已經結束了 修正已經結束了 我相信我之前的被動元件操作 我的會員應該很滿意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要進行所謂的被動元件 第二次的操作 現在的操作都是怎麼樣 低檔局去買的 底部去買那種會發動的股票 未來 我相信這個大盤開始補量上工了 應該就不會有人去看空了 現在這個大盤沒有成交量 很多的一些分析師開始投機了 投機你知道嗎 之前講多的 甚至這個千點行情 沒有帶大家做到的 現在都在喊空 空空空空空你賺不錢 這個投資人也是一樣 當然這個操作不是很好做的時候 這個現金為王 手中現金稍微留一下 看準也要再出手 這個就是顏老師今天節目裡面 要跟大家講的 但是我們今天會開放一次 每個月就開放這一次的機會 我相信大家好好把握 這檔局是屬於單股所單 低檔局起漲的第一根漲停板 我們會讓大家一起來做出個參與 我希望就藉由這檔股票 能夠讓大家能夠信心可以恢復 所以說這個月11月份 我們在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大概就剩四個交易日 對不對 對 四個交易日 四個交易日裡面 我希望能夠讓大家 先賺一點錢 讓大家心情比較好 這個要記得 來 看一下 這個叫做信鴻科 代號6667 這檔股票大概講了一個月 當然這個股價創新高 但是我要請你注意 第三季淨利的話 季增接近3.2倍 毛利率的話17% 10月份營收年增80%以上 好 你從基本面消息你知道什麼 這支股票不錯 但是研導師請你注意是什麼 台積電跟它是什麼關係 我要讓你看是 台積電跟它是什麼關係 你查清楚 還是要由研導師告訴你 台積電的對不對 台積電近期漲很多 台積電為什麼會漲 5奈米的商機 未來5G的一個商機 未來有所謂的大訂單的一個商機 大摩看好 小摩也看好 摩跟史萊利更看好 對不對 李洋 對不對 每一家都看好 台積電已經漲了 已經漲了 跟大家好像也沒什麼關係 但是這一檔股票跟台積電有關係 叫做信鴻科 為什麼會有關係 他有沒有機會接到 台積電的一個訂單 如果有 如果有 這些營收 這些報表 這些未來會成長 他有機會會反映在 所謂的股價裡面 但是我們操作邏輯 我們沒有叫各位去追 我們一直跟大家講 你低檔去買 拉回買 甚至創新高我也不會這樣去追 還是有機會買再拉回的一個 位置區 這是我們操作上面 我們是球尾 我們不是跟大家講說 你趕快去追 你趕快去追對不對 這樣不要講很久了 你要買就買在 這個低檔區 平盤以下 尾盤可能漲停版 有買到的我恭喜你 股價要有連續性 兩天上漲17% 應該每個人都有辦法賺錢 應該每個人都有辦法賺錢 股價要有連續性 這股價如果說沒有連續性 操作上面難度會非常高 會非常高 但這個最近有很多新的主流出來 比如說我們之前跟大家講的 紅海 紅海對不對 七十五你賣還不賣 這個地方就是買點 但是漲多了一定會拉回 這個地方你必須怎麼樣 先賣一趟 這個股票市場裡面 不是說只有買 沒有賣 有時候買跟賣的話 這個老師跟你提醒的時候 你要注意一下好不好 華漢的部分的話是買在什麼 七漲的第一根 七漲的第一根 這個地方我簡訊都有告訴你 該怎麼做 該怎麼做 拉回要不要賺買一點 拉回要不要賺買 今天的華漢這個股價 好像對不對 再創破斷新交又拉回 股票市場裡面對不對 一直面臨到所謂的震盪整理 拉回也好 這個地方必須要信心要拿出來 就像之前 我說這個合作的股價 它是指標 未來多頭裡面會不會出現 像這種合作的指標 會 會 每一次的拉回都是各位怎麼樣 最好的一個機會 都是各位最好的機會 當然我今天會開放 讓大家來體驗一下 什麼叫單股所單 就像我之前 我在節目裡面告訴大家 來 第四季要注意的股票 我在演講會裡面 我就直接點名了 被動元件跟矽晶圓 我相信有來到我們演講會現場的 所有的投資人 應該都很清楚 顏老師就點名兩個族群 今天動的叫做什麼 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明天還是要注意一下 明天還是要注意一下 未來會不會到矽晶圓 但是現在大盤 這個動作上面比較慢 這個類股輪動 好像都沒有什麼行情 突然之間 這個精彩就拉漲停了 突然之間 這個漲完了沒有 漲完了沒有 你要慢慢看 真的漲完了嗎 股票要看未來 有時候你低檔區沒有馬 這個拉回也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被動元件會不會漲 被動元件會不會漲 老師到底是一線的還是二線的 你先看一線的 目前為止大家目光都放在一線 國劇今天漲5塊5 華新科今天漲5塊 何生堂今天漲多少 漲2塊8 這個被動元件 這個月的一個操作 11月12月 特別要注意一下 一線的 開機好不好 我有沒有跟大家講 第一檔區請大家佈局 200塊錢的國劇真的可以買 真的真的可以買 但是有時候盤勢震盪整理 你不見得賺得到錢 你躲得過那一天的震盪整理 這根漲停板你一定賺得到 你一定賺得到 漲停板 顏老師請你怎麼樣 持股去報 持股去報 對不對 該賣 我會帶你先賣一趟 好 該賣 這天就賣了 我拿解訊給你看 其他老師會拿解訊給你看嗎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 他總是跟你談基本面 漲上去以後跟你談基本面 漲上去以後跟你講 這家公司有多好 當跌下來之後他就不會跟你講 對不對 講一大堆 講一大堆 你有賺到錢嗎 你有沒有賺得到錢 賺得到錢就是真的 賺不到錢的話你就看一看 2327的國劇來 今天目前為止收盤價 322.5 322.5在這個地方 那你如果問顏老師 老師你現在國劇有沒有賺到錢 這個答案你去問顏老師的會員 我相信我的會員會告訴你 有時候操作的部分的話 我們不方便在節目裡面講太多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一些股票也好 我請大家不要去做動作 8406的來 這個叫做什麼 金渴 之前跟你介紹的時候是在這個地方 目前為止創新高 創新高對不對 這是你要注意的 今天的話注意這支股票叫金華 如果說整理型態完成 這個地方的話整理型態完成 他未來是有機會 為什麼我們來看一下 他現金股力26塊錢 26塊錢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檔股票 但是目前為止股價在低檔區 所以有時候操作的部分的話 我們這個 有時候我們有指令 我們也不大方便告訴大家好不好 當然這個禮拜 我們會開放一檔這個單股所單 單股所單的股票只有開放到今天 今天你看來到我們運動財運台的 我要先恭喜你 這檔股票明天你有機會上車 什麼時候發動 我們就什麼時候通知你 單股所單只有一檔股票 你現在先想一下 你現在有100萬 你要不要去買 如果你說你願意買的話 我們這個電視機前面都有所謂的QR Code 麻煩你現在馬上掃描 你掃描成功之後的話你要注意 麻煩你要留下你的電話 你電話你沒留 我找不到你 我要打電話通知你 我沒有辦法通知 當然LINE的部分我們會通知你 我們會通知你 但是我希望紀律操作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當然今天這檔單股所單的股票 我請大家怎麼樣 看到我們運動財運台的 顏導師要跟你分享一下 這個機會真的非常非常難得 我跟我們公司講了一個禮拜 公司才同意 他說這個單股所單可能籌碼很有限 這個分享上面好像有點困難 我說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成交量大的股票 有時候好進好出 我們只是提供給大家來做出一個體驗 提供給大家來做出一個參考 今天單股所單其實非常簡單 你不用想太多 簡單的事情不用想太多 不要想得很複雜 今天只要你現在 現在 我說的就是現在 馬上掃瞄我們的QR Code 你直接用手機下來掃 你會發現QR Code裡面掃進來之後 未來會有很多的訊息 但是這個禮拜的單股所單 我們會在LINE裡面直接告訴你 但是QR Code的部分 麻煩你今天一定要掃 你掃了之後 我才能找得到你 未來的時間裡面第一時間點 會幫大家來掌握最新的一個 標股的一個訊息 記得掃瞄QR Code以後 一定要記得 這個電話一定要留 你電話沒有留 國際我沒辦法通知你 精裁我也沒辦法通知你 近期大漲的什麼合作 每一檔股票都很標 姓洪科很多 包含之前的可塵對不對 可塵 精裁對不對 這些股票我都沒辦法通知你 我們掃的QR Code 我們是一檔一檔通知 但是今天 到處人家說 這些操作上面困難度比較高 我們就特別開放一天 唯一的一天 這檔股票就是屬於一個單股所單的 你如果說你要想要 想要跟我們一起分享 這檔單股所單的股票 只有今天的一個機會 今天現在 現在馬上用所謂的手機掃瞄 我們QR Code 直接做出個加Line的動作 明天發動點到了 我們會在第一時間點直接通知你 最新的一個標股的一個訊息 留下各位的姓名聯絡電話 記得一定要做出個掃瞄的動作 因為明天我們一定會動作 未來會大漲的股票 未來的一檔 索馬的一檔標的標股 它就在我們的QR Code裡面 直接做出個掃瞄 打電話進廣告 測試會買101 每趟折抵36塊 101以上 每趟折抵72元 台灣大車載有勝一方 最貼心 輪源投顧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行每步期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牌式策略宣布 輪源帶您引爆投資最佳企擊 贏家專線02-2321-9933 2321-9933 輪源投顧年分析師 略經多次蜿蜒與空投 擁有20多年股市經驗 擅長基本面分析 今年大盤結構 最能凍除基先 充分掌握風險 激起賣榜公司 深入產業研究 集中火力快速累積縮 是您啟動財富的最佳導師 輪源投顧制服專線02-2321-9933 2321-9933 輪源投顧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行每步期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牌式策略宣布 輪源帶您引爆投資最佳企擊 贏家專線02-2321-9933 2321-9933 現在殺YouTube 訂閱運風財經台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一擊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時 線上直播最及時 分析師精準盤式解析 隨選隨看 真方便 YouTube運風財經台頻道 隨時隨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被動元件明天還是要注意 還是要注意 因為這個好像跌不下去了 你要佈局的話就要快一點 不要說等到未來 像這個對不對 陳泰銘又有動作了 他可能又併了哪一家公司了 你又認為說老實在無公平 為什麼每一次被動元件我都賺不到錢 這個上次就有人跟你老師講 這個停牌之後 停止交易之後 隔天直接掌跌板鎖了9000多張 然後再隔天 兩天大漲了15% 15%你要先賣一趟 拉回來再找買點 其實很多的股票現在 短線上面可以做加差 長線上面的話 你也可以做破斷 你要交叉的去做出一個運用 當然今天的華興科好像對不對 漲5塊 核正堂漲2塊8 這個國劇漲了5塊5 明天會不會顛倒過來 變國劇漲得比較多 核正堂又墊上去了 然後變成什麼華興科漲比較少 你不用猜 被動元件該怎麼做 來 看這邊 對被動元件有興趣的投資人 你被動元件不會做 你賠錢的 你直接用手機掃描QR Code就可以了 你直接掃描就可以了 你不要老是在那邊猜 老是這個國劇比較強 還是華興科比較強 還是我這兩隻錢不夠 我來做核正堂 我只跟妳講 妳要留意 低階的買點 低階的 會噴出的 當然你今天看到 老師啦 齊立心今天很強 漲1塊7 漲1塊7 信倉店今天也上去了 你不用看這邊 你先看這三隻 這個叫被動元件的三寶 三寶你知道嗎 國劇 核生堂 華興科 這個閻老師給他舉的名字 這叫三寶 三寶沒有動 其他的被動元件不會動 不會動 當然有人資金不會比他小的 細心園這個禮拜也要注意好不好 環球金他是指標 對不對 指標 拉回再買 有時候對不對 不用去追 這個低檔區 我相信我這檔股票送給你叫金冊 沒有人講 300塊錢金冊沒有人講 很可憐 漲到500塊了 開始有人在講 但是300到500又漲太多了 投資人不敢買 不敢買 不敢買好像看到 顏老師的節目每一天在講 對不對 你賺到錢我就恭喜你了 真的很多人去做到這檔股票賺錢 雖然不是顏老師的會員 我也跟你講一下好不好 你賺錢對不對 賺錢就好了 賺錢就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 來到股票市場那邊 有時候不用想太多 你真的有買到有賺錢 我就恭喜你 但是明天這檔股票很重要 明天有人可能在LINE裡面問老師 但是明天這檔股票會不會比金冊要強 可能是有機會 有機會 金冊300多塊錢漲到1010塊 這種可能是 袁老師今年的代表作 代表作 老師你在這個單股所單的部分 會不會出現一檔比他要更強的 我說有機會不排除 當然這個禮拜剩四個交易日 可能就要跨到12月了 所以說操作 操作投針可能會比較急一點 我叫你不要急 我看你也是滿急的 明天就有一檔股票好不好 明天有一檔單股所單的 這檔股票發動的時候 我們會告訴你 就像之前金正在低檔區 準備要發動了才告訴你 這邊跟你講沒有用 要發動的時候跟你講才有用 對你不要會有幫助 如果說這股票沒有發動 告訴你幹什麼 沒有 鴻海70塊錢有沒有事先講 有啦 有啦 可乘在200塊 我說你這個地方趕快買 別人不敢買你趕快買 這個叫做鴻海概念股的 對不對 這個叫合碩 精彩講很久了 對不對 精彩講很久了 這是最近的 來 這叫信鴻科 老實在這信鴻科做設備類的 未來會被大漲 你不用問那麼多 明天有一檔股票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它是我們11月份的 一檔指標性質的股票 它叫做單股所單 單股所單的股票只有一檔股票 你也不用挑也不用選 那我今天特別的在運通財議台 跟你做出一個分享 你願意在明天看看 你願意明天馬上跟我們分享的 甚至這個發動點一到了 你會接得到電話了 今天只要做一個動作 馬上用手機直接掃瞄我們的QR Code 明天的單股所單 我們會請助理在第一時間點 第一發動點直接通知你 好 讓你立即的掌握 我們明天要進場的一個標的 麻煩各位手機掃瞄之後 留下你的姓名 聯絡的一個電話 我先祝你成功 掃瞄速度要快一點 我先祝你成功 明天的動作一定要快一點 快一點 不要太慢 所以現在趕快把握機會 掃瞄我們的QR Code 留下你的姓名 聯絡的一個電話 我們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 因此推薦非切之客也有大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多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人家說歹歹買也有一部份 所以我們看這個口感不夠 一旦有參與我們的氣素跟冬水 它的出段無所感 我們先替它做電腦 電腦燒水滑魚 還用特別的化粧品提供成功 經過大火燒了 一隻一隻都變成白色的天空 可以讓你用這幾世了 如果開了 我們都磨合三天之後 一塊補熱刀 明天才開了 歐利盜機 國營投庫嚴分析師 畢竟多次萬元與空投 擁有二十多年股市經驗 擅長基本面分析 經營大盤折購 最能凍竹基纖 充分掌握風險 激起拜訪公司 深入產業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績效 是您啟動財富的最佳導師 輪源投庫智服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輪源投庫精准掌握財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行每步期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牌勢策略宣布 輪源帶您引爆投資最佳起機 贏家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全新互贈套餐 給你大大滿足 出生登記 通報勞保局 健保局 申請生育給付及健保卡